约伯记第十九章 约伯回答说 你们叫我受苦要到几时呢? 用话压碎我要到几时呢? 你们已经十次侮辱我 你们苛刻地对我 也不觉得羞耻 即使我真的有过错 由我承担好了 你们若真的妄自尊大攻击我 用我的羞辱来证明我的不是 那么就知道是神颠倒我的案件 用祂的网圈助我 我呼叫强暴却没有回答 我呼求却得不到攻断 神用篱笆拦阻我的道路 使我不能经过 祂又使黑暗笼罩我的路 祂从我身上拨去我的荣耀 又挪去我头上的冠冕 祂四面拆毁我 我就离世 祂又把我这指望 如树枝一样拔出来 祂的怒气向我发作 把我看作祂的敌人 祂的军队一起上来 他们攻击我 在我的帐篷周围安营 祂使我的族人远离我 使我熟悉的人 完全与我疏离 我的亲戚离弃我 我的朋友忘记我 在我家中寄居的 和我的婢女都把我当作外人 我在他们的眼中是个外族人 我呼唤仆人 他不回答 我得用口哀求他 妻子厌恶我的气息 同胞兄弟也厌弃我 连小孩子也藐视我 我一起来 他们就讥笑我 我所有的密友都憎恶我 我所爱的人也向我反脸 我的骨头紧贴着皮肉 我只剩牙皮逃过大难 我的朋友啊 求你们怜悯我 怜悯我吧 因为神的手击打了我 你们为什么又如神那样逼迫我 还不应吃我的肉感到满足吗 但愿我的话现在都写下 都刻在书简上 用铁笔又用签 永远刻在磐石上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最后他必在地上兴起 我的皮肉遭受毁坏以后 这事就要发生 我必在肉体以外得见神 我必见他在我身边 我要亲眼见他 并非外人 我的鲜肠在我里面可想极了 你们若说 惹事的根既然在他 我们要怎样逼迫他呢 你们就当惧怕刀剑 因为这些罪孽带来刀剑的惩罚 好使你们知道有审判